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还是来介绍一下超鬼王最后一天,第七天的特攻阵容推荐吧 虽然也不知道这个特攻阵容推荐还能不能用得上了,但反正做都做了,那还是发一下 那么今天的特攻视线是非常强力的,锦纳罗还有G可以用来解决群攻,都是可以直接一波带走四星和五星的 那么今天在打单体的时候,空向灭灵器获得了特攻加成,他的伤害上一些会更高一些 如果有链风鲤,那么也可以把风鲤作为单体输出,替代虚左之难来使用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这种配置,那后面两套不用管是开发失败了的 锦纳罗还有G这两套都是实测了,用起来非常好用的 如果是用锦纳罗,那么就是带上一个一速的千姬,二速的一斜纳美,三速的SP圆节神 锦纳罗呢,推荐2号我也要带速度,锦纳罗的速度快过千姬都无所谓的 锦纳罗只需要带上狂骨土之猪,二号为保证是速度,然后满爆机就可以了 然后可以再带上一个寻香型,寻香型也不一定非要带火之车 就正常的带上寻香型招财,或者带上一个寻香型的一念火都是可以的 只是需要注意一下攻击力啊,就一定要保证锦纳罗的攻击力全队最高 这样才能保证吃到一斜纳美开局给的二技能 那么如果用的是G这套阵容,就需要带上丑食之女了 因为G他的对单能力还是要弱一些,G就带上镇木兽加上鬼灵割击 攻击攻击爆伤,面板是不需要爆击的,零爆击啊 因为G他的伤还不能爆击,而丑食之女带的是影面荒骷髅 因为打火机用了阴帆灰叶机,所以狂鼓是不能生效的 SP圆间神还是带上一个高速的火灵SP圆,满爆击,爆伤尽可能高 一斜纳美还是带的圆星4,现在速度已经堆到了170了 这次小怪的速度真的很离谱 打火机用的是阴帆灰叶机,速度在150左右 带上招财,然后是爆伤尽可能高一些 另外今天的单体阵容这边,如果有练风鲤,可以用风鲤替换掉须左之男 还是带上冰主布土之珠,或者带上三首领域魂就可以了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实战 顺便说一下,锦纳罗还有G那两套阵容,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都做一下 他们虽然都是可以一波秒一到五星,但是两者侧重点其实还是不太一样 比如说锦纳罗这边,他其实在开强力模式情况下表现会更加好一些 用锦纳罗来打五星,甚至是用来清六星的小怪 都是非常舒服的呀,那个巴罗不杠杠的 而相对而言,G那套阵容其实会更加倾向于打四星和以下的 毕竟带了丑之之旅嘛,打这个草人的伤害是不吃强力加成的 所以G那套阵容他打五星就不如锦纳罗这边好了 当然锦纳罗这边他打四星其实也是比G那边要差一些 G那边打完以后还能剩下一个30秒 那锦纳罗这边可能打完以后就已经哀边快结束了 顺便一提,锦纳罗这套阵容非常的克制 像伊仙纳美还有像SSR蛇这样的死战 那锦纳罗是可以直接标记BOSS硬拆BOSS本体的 能把BOSS本体拆了以后呢,这个死战的小怪差不多也就死了呀 就可以直接强力一波带走五星 强力一波基本上快带走伊仙纳美 那么G这边明显就是用来打四星以下会更加的从容一些了 甚至包括非常克制这几天特攻射程的四星小鹿男 小鹿男他的技能效果是受到女性射程伤害时大幅减伤 那由于已经连续出了好几天的女性特攻啊 孔雀冥王炎灵 再到今天的锦纳罗还有G 这个小鹿男他的不敬女色这个特点可以说是让特攻非常的难受 甚至还被戏称叫做通讯鹿啊 他只想被男士人打嘛 但是今天G的这个特攻效果表现非常不错 也是只有G还有孔雀冥王是可以勉强一波带走这个四星小鹿的 那其他的像阎琳还有像锦纳罗 哪怕有了特攻加成 面对着今天小鹿男这个不敬女色的减伤 也是没法一波带走非常的难受 所以我今天其实是两套阵容来轮替使用的 打四星以下的时候就会用G这一套 而在打五星和六星的时候 会选择用锦纳罗那套去拆小怪 五星的话当然就是一波带走了 OK那么以上就是超鬼王最后一天 第七天的特攻阵容推荐啊 虽然也不知道大家还能不能用到上几个视频吧 但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点赞支持一下 也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